據《每日經濟新聞》1月25日報導 文鼎苑位於杭州市西湖區 周邊配套完善、教育資源豐富、名校雲集 積電了深厚的教育家底 是杭州鼎流學區房代表之一 文鼎苑的房價在過去兩年 一直處於水漲船高狀態 報導表示 文鼎苑二手房平均價格從2020年9月的每平方米6.8萬元 一直漲到2021年5月的每平方米10萬元 在去年上半年 文鼎苑87平方米的兩房 曾賣出過1063萬元的高價 折合單價為每平方米12萬元 目前文鼎苑的二手房價 已經跌回去年2月的水平 在銷售的二手房元單價每平方米普遍於9萬至11萬元 這次成交的58.66平方米的房元折合單價約每平方米為7.33萬元 西湖區牟鏈家門店中介陳平向每日經濟新聞表示 近一年 杭州學區房確實出現了明顯鬆動 最主要的原因是杭州關於學區改革 教育公平的政策新聞不斷 導致市場對學區房的未來前景出現了觀望情緒 現在杭州的學區房 差不多已經回歸到上一波上漲的原點 另一名經紀人許旅也透露說 杭州的學區房 以前之所以價格這麼高 有市場控搶和炒作的因素在裡面 但去年出台一系列政策後 這種狂熱被控制住 現在買家的預期也發生了變化 學區房光環也逐漸淡化 不少買家在等待類似北京的教育新政落地杭州 在去年8月5日 中共杭州地方當局推出 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通知 此後 關於杭州學區政策將迎來改變 以及教師倫剛 大學區堯號等消息在市場流出 讓不少原本打算購買學區房的買家 陷入觀望